大家好,我是小赛 今天分享一道清蒸生蚝的家常做法 都说生蚝是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吃生蚝 生蚝像我这样做出来 原汁原味,肉质鲜韧 好吃到停不下来 下面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吧 今天去菜市场挑了几个大一点的生蚝 买生蚝时挑选那些没有开口的 这样的一般都还活着 大一点的生蚝里面的肉更加的肥美 首先用剪刀将生蚝上面的包装纸剪掉不要 接着往里面加入清水 清水没过生蚝 然后用刷子将生蚝的外壳 清洗干净 这样我们在开壳的时候就比较干净了 生蚝的外壳上面有很多的脏东西与杂质 生蚝的外壳刷洗干净呢 我们吃起来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健康 将生蚝清洗干净之后 再放入清水中再次清洗 这里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刷洗一下就可以了 生蚝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来沥干水分 再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接着准备一把大蒜 将大蒜拍碎 拍碎之后再改刀 将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将蒜末依次放入两个小碗中 这里我们调两个不同口味的料汁 接着准备三个小米辣 用刀将小米辣从中间片开 切好之后再改刀将小米辣切碎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将小米辣依次放入两个小碗中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将生姜切成薄片 然后把姜片切成姜丝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再改刀 把姜丝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 把姜末跟蒜末分一起 再准备一些小葱 将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姜葱方依次放入两个不同的小碗中 再准备一个新鲜末 用刀将柠檬从中间切开 然后将切好的柠檬用手挤压 挤出柠檬汁挤到一个没有放姜末的小碗中 加入一勺生抽一勺蒸鱼式油 再往小碗中挤入适量的芥末 再用勺子将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一个非常美味的料汁就调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调另一个料汁 往另一个小碗中 倒入滚烫的热油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蒸鱼式油 再加入适量的香油 再用勺子将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放一盘备用 接着把刚才切好的柠檬片 依次摆入蒸鱼里面 这样可以蒸香去腥 接着把刚才切好的姜片 也依次摆入蒸鱼里面 把切好的葱片也依次放入蒸鱼里面 然后把我们清洗干净的生蚝 依次放到柠檬片上 生蚝全部摆好之后 再刻上盖子蒸六七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生蚝蒸熟以后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像这样开一个小口可以轻松掰开 就证明生蚝已经熟了 然后将生蚝依次摆入盘中 我们在蒸生蚝的时候要注意 蒸生蚝的时间不能太久 太久生蚝容易缩水 蒸的时候要冷水下锅 上去以后大概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现在美味的生蚝已经做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将蒸好的生蚝 蘸着不同的料汁吃 喜欢吃哪个料汁 就蘸着哪个料汁吃 像我这样做出来的生蚝肉质鲜韧 原汁原味 好吃到停不下来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